而今年2024总统大选当中中共戒选的传闻满天飞 路透社的一篇报道也掀起了两岸之间的骂战了 主要原因就是路透社表示他们引用台湾国安局的消息来源表示 现在呢广电总局逼迫5月天必须要进行政治表态认同一个中国 不过这个消息传出之后随即就被国台办严厉的驳斥了 而民众党的候选人柯文哲他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说 如果这个消息路透社的报道是属实的话就会严厉谴责 那么国民党侯友宜也说这个消息是民进党要把5月天卷入政治的纷争 最后一场政见发表会柯文哲批率打烂 民进党在现阶段还有台独党纲 另外一方面国民党也没有修正自己的统一党章 我们今天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 尤其国民党是反对台独也反对一国两制 来白宫逢欧只是柯文哲也率先提到这争议事件 今天外传中共施压台湾的5月天乐团 要他们发表亲中的言论 如果属实我们就必须严厉谴责 财道若此事属实这用词遣词很小心 国台办28日晚间控诉此虚乌有 指出路透社引述台湾机构的文件为民进党造谣 后于29日一早语气上再加码 路透社说的就是说 它引述是民进党内部的关联的消息来报导的 民进党内部的消息政绩从何而来 民进党政绩要拿出来你不但没有拿出证据 用这种影射的方式造成5月天在减入政治的氛围里面 毕竟侯伴周四给媒体的中文新闻稿指出 如果是外界刻意传播的假讯息 我们也呼吁大陆相关单位尽速说明厘清 不过同样给外媒的英文版本则直接加了一段 指名道姓路透社 若报导是故意散播假讯息建议路透社更好的质疑其消息来源 中国以假消息攻击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已经是国际认证 国安单位都已经有持续密切的掌握当中 全线两周卷入两岸互控争议 就不知道五月天心里又无这段OS 而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今天这则报道也吸引了CNN的注意 但是他们进一步呢 向台湾的官单位层级来求证 却没有办法获得窃窃的消息 他们坦言无法查证 现在台湾的情报状况究竟是如何评估的 广电总局到底有没有逼五月天进行表态 而相信医院的态度也是相当的低调 而同时呢 其实这个新闻也掀起蓝绿之间的攻防 就像是绿营的立委批评 侯振颖呢 是在抹黑路透社在做假新闻 英国路透社宣称取得台湾内部安全备忘录 指大陆国家广电总局要求五月天公开表态 支持一个中国并配合对台宣传 外媒美国之音更进一步详述 12月22号台湾国安官员在一场简报中透露 几个月前中共宣传部门就与五月天联系 要求他们在歌迷较多的演唱会场次中 透过和歌迷互动或媒体采访方式 传递两岸都是一家支持九二共识等说法 但国台办强力回击 表示向五月天施压完全子虚乌有 国台办赶快发新闻稿说路透社是报假消息 那没想到在台湾要选总统的侯友宜办公室 也发了英文的新闻稿 在这个新闻稿的末端呢 竟然也暗指路透社是报道假消息 5月天假唱风波 美国CNN12月初事件爆发时有报道 如今5月天传出遭政治施压 CNN同步跟进 但也坦言英国路透社引用台湾匿名官员情资 无法核实情报真假 关于戒选两岸都很敏感 大陆国防部被问到 探空气球飞越海峡中线时表示 都是民进党炒作手法 民进党当局炒作所谓大陆戒选 不过是他们惯用的选举套路 意在挑动对抗 妄图骗取选票 到底是大陆统战 还是大内宣认知作战 无法核实的外媒报道陷入罗生门 好天团五月天呢 究竟有没有被广电总局要求 要针对一个中国 还有发表亲中言论 现在成了各说各话的罗生门 真相到底是什么 民进党有一套权势 国民党有一套权势 对岸的中共当局也有一套权势 可是说到逼到一人表态一中 大家勾起2016年的大选回忆了吗 接下来我们就要带您来看看 一人表态会如何左右台湾大选的选情了 我们今天现场有请的是我们娱乐组的记者云庭 云庭晚安 嗨 新话晚安 大家晚安 好 云庭刚刚就是在我们正式进队谈之间就说 现在难道音乐归音乐 政治归政治很难吗 对啊 这一次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音乐就归音乐 政治归政治 我们不要混为一台 但是好像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那我们也欢迎线上的网友针对我跟云庭的叩问 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一同来互动 针对这个时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可是我刚刚也讲到了 抱歉 逼一人表态的话会左右大选的选情结果 其实呢大家第一个想到很有可能就是 2016年的周子瑜风波了对吗 没错 今天大家来回顾一下 大家有没有觉得看到这个周子瑜在躺着国旗 这不是躺着国旗啦 举着国旗 躺着举国旗的这个画面 有没有觉得哇 当时这个画面还历历在目 就是因为他当时这个在影片里面呢 一边举着南韩的国旗 一边举着中华美国台湾的国旗 当时他就是因为这件事 所以被黄安 艺人黄安在微博上面举报说 周子瑜是不是台独 所以呢他当时其实年仅16岁 他就被迫素颜拍影片道歉 当时这个影片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 觉得非常非常的心疼 觉得一个小女孩 然后在异乡进成很激烈的K-pop的 这样的环境去打拼 好不容易出头了 然后只是恢恢自己家乡的国旗 就出事了 没错 而且很多人可能心疼之余 更多的可能是愤怒 因为觉得说就像新华刚刚说的 为什么我举自己的国旗不能呢 不过当时好像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其实这一次日媒 每日新闻就有在提了这件事情说 这件事好像影响了2016年 非常重大选非常重要的关键 是 而这一次加上五月天又再度发生了 这类有点像戒选的事件 其实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候选人 沈柏阳就提到了 其实台湾艺人在大陆来表演呢 其实是有点像是养套杀的方式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一开始在大陆发展的时候 可能就是他告诉你说 你可以先讲反对台独 然后后面再提到说不反对统一 最后变成支持统一 这样有点阶段式的 希望你可以讲这类的话 试图来洗脑你的歌迷 而且这中间可能会三到六年的时间 让你算是有点 循序渐进的表态 培养的概念 而另外一位呢 也是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候选人 就是万老师 这个郭玉琴他有提到说 他爆料了一件事 他说中国官方在今年中的时候 就有要求五月天在跟歌迷互动的时候 要说表达支持中国 结果五月天拒绝了之后 发生了这个假唱对嘴的传闻 是 所以大家就会开始联想说 怎么原本五月天在中国大陆的口碑 都是相当好的 怎么会突然就是被诸多的质疑 而且在这个质疑出来之前 其实阿信好像在西安开演唱会 因为感冒状况不好 然后也有被人家质疑过 那如果他真的是要假唱的话 他何必把状况不好的样子 呈现在大家面前呢 所以激起了两岸很多舞迷的攻防了 而且这也掀起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 那港台艺人他们到大陆去赚钱的时候 去工作的时候该注意哪些事呢 其实就有一位这个香港的学者 他就之前就提到了 这个台湾香港艺人西境 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其实就有几个关键点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第一个是要选定市场 你在大陆政治表态 你没有模糊的空间 你就是应该选哪边就是选哪边 而且不要触碰红线 也不要想打擦边球 就像是他是举了张韶涵这个例子啦 就是他在大陆发展的很好嘛 他其实这个立场都蛮像的 另外还有要考虑自己有没有黑料 因为大家其实很常看到就是 很多艺人在大陆的时候翻车 就是因为呢他可能过往的黑料被翻出来 尤其是有违反道德 有违反法律的就必须要注意一点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要搞清楚你的竞争对手 幕后资本到底是谁 背后是不是有很庞大的力量 确实哦这是这个资深媒体人商台域 进一步的这样的观察跟分析 因为两岸交流已经是十几年的时间了 那从过去呢台湾的娱乐 还有唱片戏剧还有电视综艺 是比较领先的状态 那大家稀进把经验传承过去 但是慢慢慢慢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十六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呢 他们的娱乐资本还有市场 其实是比台湾多好几倍的 对于台湾的优秀艺人来说 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 但是呢其实也是一个充满 有一些风险的地方 必须要做控管 跟台湾的环境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那我们现场呢 Harry donate了70块钱 他说来看徐记者 他说新话也好棒 我们请云廷来谢谢Harry 谢谢Harry 是我请的网军 嘿开玩笑的啦 好谢谢Harry 可能是刚刚云廷就分析的有条有理 让大家了解到说 现在呢如果这个艺人要两岸通吃 这娱乐才的话 真的是不仅要能说能唱能演外形 搅好政治仪式还有这个风险仪式 也是要提心吊胆 要很小心的 可是同时我们也想要继续请教云廷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对于五月天来说是六七八年鸡生不为过吧 大家的青春回忆 很多人都去演唱会听到原本情侣去听 同学去听听到连小朋友都一起带去听了 可是到现在呢 五月天在种种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都一直都觉得他是用音乐来疗愈大家 用音乐来鼓舞大家 尽量不要跟政治沾边 可是这一次的风波会不会逼得他们 必须要真的音乐跟政治必须要沾边了 真的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其实前阵子五月天爆出了这个假唱风波嘛 大家就想说哇怎么会这个样子 而且当时CNN还做了一个报道 他分析了五月天 其实就他说 他们说五月天就像台湾的劈头四一样 而且他就提到了说 其实他们在大陆为什么这么红 因为他们很大程度的避开了政治 所以在大陆保持了高人气 没想到后来就爆发了假唱风波 当时在官方其实非常的很重视这件事情 所以上海市的文旅局呢 也就是说12月25号的时候 在调查中不能轻易的下结论 而当时这个在爆发假唱疑云之后 相似音乐也火速出面澄清了说 不存在任何的假唱行为 而且阿信他还在巴黎的直播前 就是发了一篇长文 感动了很多舞迷 他说除了真唱 真的没有任何可以感动大家的方式 没错 而且不过对于这一次的 这个路透社的报道 倒是我们有实际私讯像是音乐啦 就是询问他们的相关窗口 但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应 可能是不想要再 因为他们准备要唱台中场的演唱会 台中场的演唱会 不想要模糊这个演唱会的焦点 没错 可是看到蓝绿这几天这样的攻防晕停 我觉得很难耶 是 而且到时候一定也会有记者去采访 所以势必他们也逃不过类似的问题 对 要面对跟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没错 所以适逢大选呢 其实很多时候因为这些天团 偶像明星艺人呢 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粉丝基础 所以呢很多时候也会被 所有的什么政治宣传给盯上 这就是考验艺人 还有团队智慧的时间了 那我们线上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呢 大家都在讨论 他们认为有些人就说 像威廉就说 相信相信音乐的决策啦 那就是近代五月天 还有相信音乐 他们究竟针对这样的讯息 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然后让大家来适宜 而不是变成不同立场 都有不一样的说法了 那我们谢谢云廷 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 谢谢 下次见 下次见 谢谢云廷